今晚深喉咙 勇多深 劃多深 女子坐在轿车内迟迟不肯下车 拿着手机频频拨打电话还崩溃大哭 但她就是不肯配合警方拦查 驾驶也有把左车窗摇下来 说你为什么拦查我 但是警察有示意她停车 停车她不停还加速往前转 当时警方在路口发现这台红色轿车 前后都没有悬挂车牌才会上前拦查 这些女子不但不肯停车 反而冲撞警用机车场面差点失控 被撞倒的机车左边刹车把手断了一截 侧边也刮得满是伤痕 车牌被吊扣了 那现在她有申请一个临时车牌 但是临时车牌经过我们查证 这里是已经预期了 但是她还是在把车辆行驶在车 开出到我们道路上使用 最后出动六名警力拿枪请女子下车 才结束这场闹剧 不过女子情绪不稳定 只好将她先行送医 幸好当时远警并不在机车上 没有人员受伤 借连元斌台中报道